在16歲就入行了 然後我覺得我自己真的是要非常感謝我媽媽 因為我們一決定要當藝人的時候 我媽媽就把她原本的工作辭掉 然後她就當我們的司機 然後當我們的保鏢 然後當我們的經紀人 好 謝謝 她要揮個手笔之類的嗎 我們配一個生日快樂歌 來跳一個非常完美的舞蹈 謝謝 這樣看起來哪有45歲 對不對 站在Lily 艾利跟艾利斯旁邊 就是他們的同學 製作學姐 你要去哪裡 OK 自己退場喔 你看體力非常好 隨時隨地都可以看到徐媽媽在旁邊 然後那時候我們去錄任何的綜藝節目 連飛哥都說 只要聽到徐媽媽在旁邊的笑聲 她就覺得這一集是好笑的 所以我媽媽那時候幾乎就是 我們只要一有通告她就是陪著我們 所以 就是有媽媽在 你就 不會經歷到其他一些 你知道那些事情 所以 我真的很感謝我媽媽 她那時候真的是 為我們的付出非常多 那以後女兒 要是真的 你是正式開戶這一行 你也會跟徐媽媽的 這樣 嗯 因為我覺得我女兒 他們現在這個年代 比較不一樣 所以我現在 一開始 他們不熟悉的時候 前大概五次 我一定會去陪 但是因為我很不喜歡 那種就是 因為我畢竟也是藝人 如果我去現場 然後 在那邊就是 我覺得我會給大家 工作人員很大的壓力 好像一副就是 什麼 明星來說 我說我女兒什麼 需要照顧 我很不喜歡那種感覺 所以當他們已經 我陪了幾次 他們變得已經熟悉的工作之後 我就會把他們圈圈交給 因為我們自己公司 有很專業的那些工作人員 就請他們去那個照顧 然後目前為止 其實現在 這些年輕的工作人員 我覺得他們都是 很有分寸的 目前為止 很Lucky我女兒 也都受到很好的照顧 也希望他們將來不會遇到一些 會讓我覺得很擔心的事情 我大女兒 因為她其實就是讀雙語班 所以她接下來人生的路 大學的話應該就是勢必得 不知道去哪一國 反正就是一定不會是在台灣 所以我想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就每次一想 我就會心頭一酸 然後我就會說 媽媽一定要陪你去 因為她其實也蠻怕一個人去的 可是我就想說不可能啊 因為我又沒辦法放棄我 輝煌的演藝事業 所以如果去兩年的話 那我的主持工作怎麼辦 沒想到主持的節目 又這麼受歡迎 如果觀眾那時候還喜歡我的話 我頂多就是陪她去個一個月吧 然後對 然後趕快回來再維持我 巨星的那個生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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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